这一台车呢是赛伊德的大白金系列的 然后双拓展6.5吨底盘的Evic Ocean底盘打造 3.0T的一个柴油发动机 8T的一个自动变速箱 整台车呢是核载6个人 裹6的一个排放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户外呢有一个进口的飞亚马质量棚 还有一个小桌板 以及我们的这个户外的柴油罩 后方这边呢是储物仓门 这边呢还有一个两个500里电池 相当于就是说有1000的里电池 走上车看一下 一个欧式的门带隐私帘 以及我们的防纹刹窗门 以及一个电动的脚踏板 那呢来到我们的车内了 前方驾驶是搭载了3.0T的柴油发动机 XF81T的自动变速箱 然后正部驾驶它是带气囊座椅的 额头床的部分呢1米3乘1米9 然后包括这里还有一个32吋的小米电视机 然后整台车核载6个人的 在这边呢是一个四人对卡座 这里可以吃饭聊天 而且它的这个桌板很厚实 这边外推的窗户 它的这个整个墙面 这边做了一个氛围灯的感觉 很有现代感 外推窗户上面呢三个吊柜 以及这个小夜灯 后方这边呢是一个赛特福德的双开门冰箱 152升 然后后面的横窗部分呢 拓宽出去呢是1米3乘以2米的一个尺寸 三面环窗户 上面呢是四个吊柜 这边独立的卫生间部分啊 里面空间非常的宽敞啊 一个赛特福德的进口的旋转马桶 还有这个淋浴的花洒 洗手池 还有带背景灯光的一个化妆镜 上方两个吊柜 还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厨房吧台的部分啊 都是L型的环形的啊 然后这边呢是电磁炉洗菜水池 这边还有一个微波炉格兰式的啊 这边呢还有个四路监控 以及我们的音响 上方呢一个格力的家用变频空调 这台车的配置呢 是1000A的锂电池 760W的一个太野能3000的逆变器 还有一个9000W的一个柴油软风热水液体机 然后这台车的水的配置呢 是260升的一个清水箱 60升的一个灰水箱 17升的一个黑水箱 好了整个配置呢 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三公斤的 一个呼吸引起机